专家又見面啦 你好呀 又兩個星期了 又來了 好像差不多了 時間過得快 但好了 先關掉我的樣子 不要讓你看到我 免得我們這裏的網絡 現在天氣不好 天氣也有影響 很厲害 天氣也有影響 大自然都皆為創造主 所以網絡都是上主所賜 寧可信其有 對嘛 前陣子有些信徒討論 這件事做不到那件事做不到那件事 煙不能吃 酒喝喝可以 牌打不打可以 這麼嚴重 還有這些討論 這些是歷久常身的 我都不知道 可能下世紀 大會是不是越來越開放一點呢 開放這件事就見仁見智啦 很有趣 我在紐約 最近認識了本地的教會 你會想像紐約的城市應該很左派 那些人的思維應該很開放 相對地 去到教會是一個極端來的 很有趣 教會極保守 超級保守 我去到孫道會了 聽牧師說孫道會 也是早幾年才被神職人員喝酒 想像這樣 在紐約 難怪沒有什麼人去做神職人員 當然了 老虎蟹也不用 現在應該會好一點的了 近幾年 但最慘是不見得聖公會很興奧 他們選的不好喝 那倒是死吧 挺搞笑的 紐約是讓人覺得走得很前 美國已經是相對很開放 紐約是一個頂尖 但裡面的宗教和基督教仍然是處於這樣的狀態 也挺極端的 很有趣 也挺有趣的 說說今天有什麼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說一些開放的東西 開放 最近網上很多討論 就是講埃及妖後 可能大家也有聽過 這一出比較新的 就是Netflix 對 Netflix 講埃及妖後的劇集 Jader Pinkett Smith 就是韋利史密夫 Will Smith的老婆 做這個製作人 重點就是 最受爭議的一件事 就是埃及妖後是由一個黑人的演員去 我們不應該用顏色的 非洲裔 非裔的演員 這樣就變成種族了 這樣就變成種族了 那應該怎麼說 不知道 就是一個 說什麼都錯的 對 說什麼都錯 那怎麼辦 一個最漂亮的演員 一個 Wakanda的演員 一個歷蘇那些粉絲 那話說就是 就是飾演埃及妖後這個角色 然後這個埃及首席考古學家 就是Zahi Hawass 那人 都不可以用那人去形容他 都是一個學者 都是很聰明人 不過我覺得他比較喜歡出位 有點像香港那些政客 沒有鏡頭 沒有店頭的那種形式 做考古學家 他又很喜歡出位 都不要緊 那他就 對不起 太激動 聽到 太激動 差一點就爆粗 那他 說到什麼 他走出來就說 埃及妖後 沒有可能是黑人 即是Cleopatra 不是黑人 他由一個埃及學家 一個自己是埃及人 那他說出來 當然那個可信性比較高 那埃及妖後是什麼人呢 本身在歷史裡 我們就知道其實他是 馬其頓人的後代 即是他是希臘人 是阿力山大的那個繼聖人 那四個 其中一個叫做 多利邁 這位將軍 獲分到埃及這個地區 他的後人 就一路統治埃及 埃及妖後 就是其中 其實是最後一位 埃及的法老 但他是一個女士 其實埃及妖後 是很厲害的 我還沒看這套劇集 我不知道他怎樣去到 描繪他這個角色 但在歷史裡描繪埃及妖後 叫得這個名字 其實都已經非常重的 一個成見 歧視 想起埃及妖後都是壞事 是的 這些形容都不是好 有些人都叫做 什麼婆 一二三四五六婆 那些 都一聽名字 才知道 別人覺得他不好 沒錯 所以已經是 帶了一個 不好的 形象 我最近那篇文章 寫的時候 也有提過埃及妖後 我就說 大家都是比較負面的 就是看他 當然他有他厲害的地方 我就沒有說這麼詳細 只是順帶一提 因為其實也不是真的說他的故事 但其實考過那個家 告訴我們 或者歷史裡面 文獻都有記載 其實他埃及妖後 就是懂得這個埃及文 就是他懂得看古代的埃及文 所以作為一個馬其頓的將軍的後人 你做埃及的法老 但是他就覺得他們不能夠用一種架空的希臘文化去統治埃及 他自己就可以學回這個埃及文化 所以我覺得都應該不是我們想像中 只是懂得用美式引誘人那種狀態 其實如果從正面去看他又有這樣的智慧 同時他又可以用美式去勾引人的話 可能他真的很不簡單 他又有腦子 又有樣貌 又有勾引男人的能力 約西夫這樣描述他 約西夫說他是女士 才是外貌去到智慧都達至最成熟的時候 哇 那就真是厲害了 一句說完了 是 所以現在這一套Netflix 這套紀錄片 或者電影紀錄片 應該要找個演員有剛才以上的特質 起碼你現在看到眼前這個樣子 你會感覺被他勾引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 你沒有 所以你做不到那些將軍 做不到馬安東來的 你的問題很危險 你的心清潔就不會回答一些東西很髒 你的腦子乾淨就不會想一些噁心的東西 你正確 你想什麼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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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好 埃及妖後 正確來說應該找回一位希臘演員 最理想的就是 甚至乎馬其頓 這個東歐國家的一個演員做回 或者皮膚會比較淺色 未至於去到非洲裔 應該找你那時候說過有一部戲是有一個希臘的政客去拍戲的 噢 那個就像 Merc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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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Mercury 其實究竟找伊利沙泊太來都我覺得OK 嗯嗯嗯 是的 這些是可以 OK 都已經 曬黑一點 都已經死了 哈哈哈哈 曬黑一點 曬黑一點 哈哈哈哈 好 下一樣 看看怎麼 除此之外 更厲害 還有另一個就更厲害 都是新東西 新了一段時間 我之前想說 但經常都忘記了可以分享 龐貝 龐貝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不多說 因為它裡面其實還有很多房間一些的房屋在做修緝的工作 不是全部都開放的 我去過兩次 只不過走到的範圍都是非常大 但也有些是進不去 但最近它有一個新的房屋 一個大豪宅 堪稱經過超過20年的復修之後就開放了 就叫做House of the Vettii Vettii就是這間的大豪宅 裡面有超級多超級漂亮的Fresco的壁畫 離譜 這間是大廳 由街上進入房間就是這個 有一個水池在中間就是收集雨水 人們進來可以清潔 洗手洗腳 整間屋都是佈滿了Fresco 壁畫 地上都鋪滿了馬彩盒 很漂亮 漂亮得很嚴重 不知道怎麼形容 而且油畫很仔細 裡面的公仔 細節 全部都很漂亮 顏色很滑 你看看 真是離譜 它保存得簡直是 我想沒有九成都有七成 有些房間比較好 有些保存就不太好 尤其是樓上 你知道龐貝因為那些火山灰 屁下來了 所以很大部份的房子的二樓都保存不到 因為太重就被壓倒了 所以你看到上面就看不到 沒了上面的房子 這些就是之前專家經常說的 在平面上畫一些立體 當然攝影師站在這個位置拍攝 沒有那種極度3D的感覺 但自身其中 可能站到前面某一個位置 你看到左邊 就看到外面停留的這一部份是立體的 看後面又看到另一個停留的上面另一部份也是立體的 這條柱也是立體的 很誇張 我覺得很聰明 把窄的空間用這樣的壁畫去表達 你站下去你不覺得窄 其實你站在這個位置已經覺得好像看著窗 厲害 以前的人的視覺各樣的視野都很厲害 可以想到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現在視野都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現在視野都站在這個位置 好像看到後面有個窗口 窗口外面有另一間屋子 沒錯 厲害 很厲害 所以有機會去到這個龐貝 就可以值得去看一看這間新開的屋子 嗯嗯 這些都是格仔 阿波羅 古代不用了 嘩 幾小隻牛仔 多有趣 又是好像立體一樣 我第一眼覺得是立體 嘩 真的很漂亮 嘩 很有趣 他在在做什麼 燒漢 脆 在秤東西 好像在打一些東西 好像我有看過一些話 他們估計這間屋子的主人是做一些商貿的生意 所以這些壁畫很多都是講貿易、錢等等 嗯嗯 我記得這篇報道他有說很多不同的貿易的東西 是的 就是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門口有一張圖比較三級的 大家可以找來看 什麼都有的 賣酒啊 還有衣服啊 種花啊 種花修葛 可能剛才是在做那些珠寶 對 做珠寶 是嗎 有色情的東西嗎 一點點 不看那些東西 他是搞笑的 每個考國家都說 其實他的圖畫是想表達一個 難道是這個 這個其中一個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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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表達一些有趣的東西 想客人來到這間屋子會笑的 嗯 是一個天秤 笑他 直接是 取笑他 這個是一個古代的神明 是嗎 對 他出名就是 大 有三隻腳 嗯嗯嗯 就是這樣 所以取笑他不夠大 哦 那個權力 是嗎 真的不知道 哈哈 這裡有一條蛇 對 有三個公仔 厲害 這個不看 那些不好 那些 哈哈 等一下被人黃標 哈哈 所以 蓬佩很有趣 有蓬佩 對 對 黃標也威 機構第一條黃標 被人黃標的片 哈哈 哈哈 我們又拿獎了 拿獎 自己頒給自己 自己頒給自己 現在有興趣 先剪了先 哦 先剪了先 上了先 總之什麼拿出來先剪了先 別管 先剪了先 上了先 厲害 真是傻傻的 不說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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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說 說些開心的東西 最開心當然是喝東西 哦 是啊 好像說最近 你買了一些好東西喝 是啊 最近有這個 我也不知道 是我姐姐發給我 她說 在IG上有一條片 有個猶太人介紹 她就說 在如月節期間 美國是會有這種 可樂是用黃色蓋的 厲害啊 黃蓋 黃蓋可樂 那 只是在如月節限定 那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是黃蓋可樂呢 原來 阿實拿基派的猶太人 阿實拿西 他們在月節的時候 除了不吃烤之外 粟米也是另一種 他們會不吃的東西 不吃粟米 那你要問 可樂關粟米什麼事呢 原來可樂 平常時期的可樂 糖的甜味 從哪裡來呢 就是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用粟米糖漿做甜的元素 但是在如月節期間 因為想讓油太人 都可以買到可樂來喝 他們推出這個黃色蓋的特別版 就是用蔗的糖 就不是用粟米糖漿 名義上健康一點 我們試了 我們喝了 分別是不大的 分別不大 感覺上沒有那麼甜 所以我沒有買另一支 應該買一支紅 平常的可樂 就像那些人試酒一樣 拿兩支才可以對比 試真點 對 我也沒有 就這樣喝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很喜歡喝可樂的人 所以我又不太分辨 我兒子就說喝就好像平常的味道 沒有大分別 我們其實有些聽眾是喝可樂的專員 是嗎 我們認識有義工是很喜歡喝可樂的 誰 踢球那個 對呀 踢球的朋友 踢球的義工 如果你有看我們這一集的話 分享一下你講可樂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帶一支黃蓋可樂回來香港 難一點應該 最慘的是只有大瓶的版本 我沒有看過這個小 很巨型 所以如果有小瓶我不介意拿回來 但這個大瓶有時會有 如果沒有什麼分別就不需要帶 高興一下 但他過去回來換不了 不是騙他 對 經常說到好像我很邪惡 其實我很好人又很善良 個人又純潔 不會做壞事 不會說壞事 通常這樣說就大家知道什麼事 對呀 愛好人 黃蓋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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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蓋 三國時代應有黃蓋 剛才我也想了哪個三國時代是黃蓋 黃蓋厲害 黃蓋厲害 好像很合計 厲害 我打三國無雙 าง蓋厲害 月位你也認識 squeezed 专家面前怎样搬门弄虎呢? 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又是讲一些以色列的地方 也是比较少人去的一些遗迹 最近我们的以色列团,机构的以色列团 他们很惨,好像最后去不了这个地方 因为政局的问题 以色列现在都很乱乱 加上以色列犹太人自己里面都非常乱 同时牵涉到尾巴的关系 也是处于一个不太安全的状态 在公路里居民说有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向车开枪 所以我记得教授和他们说我们不可以去 因为太危险了 所以又借个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下 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遗迹 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哪里? 其实以色列就是这样 当你计算好所有东西想去的地方 其实沙玛利亚前几年 我都跟专家说我很想去 很想去体验一下 好像回到古代那种 但是当你计算了 不到那天你都不知道 原来那天突然去不了 原来那天突然间他有问题 政局有问题 种族上有问题 或者他们有不知什么的节日 又或者突然间他说他不喜欢开枪 那你就去不了 所以以色列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所以很有趣 以前阿伦牧斯经常说 你住在以色列这么久 怎能顶得住 整天都是这样的状态 不只是你去玩的时候 遗迹是否开 政府也是这样的运作 今天不高兴 然后就没人做事 或者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总之你想做那样东西 总之就做不到 这些我们现在都在训练的 那当然了 政府一定是对我们好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你对 他也想帮我们去预备一个 不能够预计的人生 那我们就有一个好的准备 去准备下一刻的自己 你对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拉比有一句说话 最好就是你临死之前一定要悔改 接着门生问他 我怎知道自己何时死 拉比一说 所以每天都要悔改 哇 这个真是好 一样的道理 要趋势与备好 即是叫那些人 不要说临死之前才信耶稣 你怎知道何时死 没错 怎知道何时死 那就是 就是 那就是说到哪里 这个地方是什么名字 就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有两重意义 因为撒玛利亚本身可以解造一个区域 整个撒玛利亚山区 就是如果我们逐渐出一点点 看那个Google地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由耶路撒冷北边 一路去到 刚才我们的撒玛利亚的地方 这一大东西都叫撒玛利亚的山区 就是由耶路撒冷一路去到耶斯列谷 都属于撒玛利亚山地 但是其实有一个城市本身就叫撒玛利亚 就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来的 即是古代的时候 聶王记所罗门的时候 北边就是耶罗邦安 他的国家就叫撒玛利亚 当时也没有叫撒玛利亚 不过叫以色列 后来去到谁开始叫撒玛利亚 就是奄利 这个暗利 他就迁刀 搬了一个首都 就由最初以色列的首都在 在士劍 后来就搬了去一个地方叫做Tiersa 然后由Tiersa再搬去撒玛利亚 那我们就可以今天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考古上就很有趣 我觉得 因为遗迹都很多东西 在地理上也有很重要的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看撒玛利亚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圣经里说到 暗利这个皇帝要搬首都 那搬首都 圣经里不止一次 因为在大卫的时期也发生过 要搬新的地方做首都 除了像大卫原本的首都 是希伯伦 搬去耶路撒冷 那有好几重的意义 第一就是在一个经济上的意义 因为耶路撒冷其实很近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 在游泰山区 交通书楼 对 交通书楼的中间 然后宗教上和政治上也有它的意义 那去到奥利暗利这边 那为什么要搬首都呢 按着我们对于聶王记故事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亚兰的军队 即是约旦河的另一边的军队很强 所以原本的首都叫Tiersa 如果我们现在移动出一点 你可能可以看到它的在左边 对不起在右边 右边有个叫Tiersir 看到没有看到 这个 没错 这个就是旧的撒马利亚 即是以色列首都的位置 那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很近亚述的军队上来的地方 所以其中一个原因 Omri要搬就是想增加一个距离 和亚述那边 另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在撒马利亚 现在叫Sebastia 以前叫Samaria 这个地方 其实比较贴近沿海平原 而Omri 暗利这个皇帝 很明显是很想和沿海那边的 可能是菲利士人 或者是肥利基人 都有更好的联系 他的儿子最出名 因为他的儿子是谁 暗利? 是啊 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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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就威了 啊哈就威了 因为他娶了菲利基公主做老婆 所以堪称他们当时就住在撒马利亚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其实沙马利亚 这个地方 即是我们选择地方做你的城市 也好 什么都好 最重要就是第一有水 第二就是有一个策略性的位置 无论是交通上面是否一个重要地方 第二就是要容易防守 嗯 那我觉得呢 其实沙马利亚 某程度来说 和耶路撒冷的地势上面 有很多很类近的地方 那你见到呢 现在这个地图 这个绿色的树仔 Google那里有个树仔 这个位置 就是沙马利亚的山顶的位置 那你见到呢 在它的城市 其实是北面 西面 以及南面 其实都有很深的深谷 即是山谷去围绕它 唯一一个容易去到这个山仔的路线 就是从东边 那你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跟耶路撒冷很迟 不过耶路撒冷的入口 就会在北面那里 即是在北面才能入到耶路撒冷 但是沙马利亚就是从东边 所以很远 可以看到你站在山上 差不多470米的山上 比起旁边的山谷 都差不多高出100米 或者80米又多 所以它能看到下面的环境是如何 所以我觉得暗利箱这个地方 都有它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看看那里有的考古 好啊 先去看看那些照片 所以我们想的时候 未必可以随时进入到这个地方 没错 围绕整个沙马利亚就是现在的遗迹 主要是在一个山仔上面 而山仔旁边就有一条村 就是一条阿拉伯的小村庄 山上面现在是种满了橄榄樹 其实基本上这一大地区全部都是橄榄樹 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樹 是的 多到很多 是的 多到很多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都有一些村民在那里卖 一些错诈的橄榄油 那时候不懂 如果不然也会跟他们买一些 好像现在知道那里的橄榄油 应该都蛮漂亮的 是的 橄榄海 这个看下去是 是的 全部都是 没有什么其他树 左边可能有两棵橄榄樹之外 其实大部分都是橄榄 是的 全部都是橄榄 肥嘟嘟的 厉害 好 那这个位置就是在山顶 向着南边 对吧 向南边看下去 所以下面那条路 其实很贴近古代的车路 现在的现代公路 其实由自古至今 起路都是选择最容易的路线 就是不会假装过一座很高的山 尽量是兜过 所以古代的路和现代的路 很多都很接近 现在意识有点不同 最现代的现代的那些 因为有炸弱 那一声炸开了山 接着就可以起到路 但是在说 17、18、19世纪的时候 其实那些路 都是源自用古代的路 你眼前看到这条车路 其实是由古代的事件 那些地方 就一直向着东边去走 然后经过撒马里亚 就在我们眼前 然后继续下去 以色列的沙伦平原 就是沙伦平原的地方 就是一条古代的贸易路线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在撒马里亚山地上的农产品 也好 羊 古代的 在撒马里亚地区 可能会有放木 畜牧业 那他们的产品 就会沿着我们 看着前面那辆货车 就沿着这条路 就一直远到沙伦平原 就是这里 看看这些遗迹 这个就是现代车路 就是这样的 撒马里亚很有趣 因为它是属于西岸巴勒斯坦的范围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发展 就是游客中心 那些什么纪念品店 水机厕所 基本上全部都没有 但是我自己觉得 反而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我记得我去到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是想起 我不在以色列 我觉得我自己去了土耳其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有点像的 是啊 在土耳其 都有很多遗迹 而也有很多 是没有任何的开发 即是旅游方面的开发去进行 我记得有个朋友 他告诉我 他最近去了以色列 那种感觉好像去了圣地主题公园 是否我们早几集有说过 好像有说过这件事 就说到有一种感觉 但我就说 那又要去撒玛利亚这些地方 你就会少一点这种感觉 你带完团的时候 那些团友说的 是啊 是的 是的 好 那这条路就是 一直沿着这条车路 就假设到进去撒玛利亚的遗迹 那旁边这些柱 好像 我有记得在这个 大卫罗拔 这个David Roberts 他1838年的时候 一个英国的油画家 那他就 由英国出发 去到埃及 去到今天的约旦 以色列 黎巴嫩 敌尼亚 这些地方 所有圣经遗迹 他经过的时候 他都画了下来 很漂亮的 他也有经过撒玛利亚 也有将这里画了下来 1838年 大概在他同期 我们比较 可能不会多些人听过的 这个纽约神学家 Robinson 罗宾讯 我们叫做圣经地理之父 他在那个年代 就来到以色列 将每一个圣经里面 提过的地方 他都记录在这里 在罗宾讯的记载里面 很清楚地说 不是很多地方 古代的名字 一直保存到现在 他数了几个出来 其中一个就是 Sabastia 就是撒玛利亚 他就说 自古至今的名字 都一直保存 甚至乎 譬如我们刚才在Google按的时候 你说现代的阿拉伯人 怎样叫这个地方 都是叫Sabastia 等一下才会讲一下这个名字 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这几条柱 就不是圣经时代 即不是旧的圣经时代 是拜尖庭时期的 或者不是拜尖庭 叫二三世纪的时候 晚罗马时期 我找到一张 David Roberts的 Sparastia 这么厉害 过来看看 看看是否到 是否这样 是的 好像很厉害 好像很厉害 我记得有一张 也有画这几条柱 可以买的 750元 很厉害 对 不好意思 750元 这张是Lithograph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大卫罗比画的东西很漂亮 油画家 好像说它是 它是 它画了 再回到英国 才有人帮它上颜色的 嗯 是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特别多 是的 是不是这样 我记得是画那几条柱 即这个 是不是 又不是 又不像 没那么平 应该做山 它画耶路撒冷也很漂亮 好 不要紧 混集就说一下 好 继续看 说看画 很喜欢看 诶 诶 诶 看什么画 诶 龐贝那些 龐贝画正 好了 沿着车路 就会上到来这个地方 上到来这个位置 是 罗马时期 二三世纪的时候 罗马时期的 那个市集 即 Forum 或者希腊文叫Agora 的地方 即是商贸的空间 但今天就是订车场 那些车呢 巴士 旅游巴 就是泊在这里 泊在这里 泊在这里 是的 有种这样的情况 看这几条柱 就是那个 市集 其实是一个四方形的建筑 它四方的时候 围着里面也有一个四方形的柱 那些建筑物是一个 你当是一个口字形 好像中文一个回字 那里面的口就是一列柱 那里面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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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餐厅的 有餐厅的 是啊 是的 他们也很重要 因为他们提供 即是厕所就是靠他们 哈哈 你走完一轮 怪不得那些植物多么谋性 哈哈 特别好啊 republican什么车響那棵草 是的 哦 特别靚 有机肥 有机肥 那沿着这个市集 可以上少少 就是一条泥路仔 就是進去遺跡裏面 沒有人收入場費 沒有人告訴你在哪裏 只是供進去 真的沒有修緝過任何東西 但又沒有塌上那裏好東西 通常這些都塌下來 又沒有事 我懷疑是否有 這些可能有整個東西 令到他沒有再塌上 不知道 沒有考究過 只是整個這幾個就沒有再搞 有個劇院 有個小劇院在這裏 挺漂亮的 但又是那裏 保存到的部分不太多 只是我們眼前正在看中間的一行 樓梯比較密的那裏 它的左右邊的石頭才是原本的 旁邊其他那裏都是 全都鑿走出來 只剩下那裏 面頭那層石沒有了 沒錯 面頭那層才是更漂亮的大理石 好像還有一張照片在上面拍攝 這個 你看到其實只有一個級 不是十分漂亮 講一下這裏的考古歷史 都頗有趣 是1908年 2005年開始 那些人2005年開始申請 據那個考古報告 這個遺跡就是 美國哈佛大學的考古團隊在挖掘的 1905年開始向土耳其政府申請 結果就去到1908年才批他們在那裏挖 那他們1908挖到1910 挖了三年 但都很長時間挖了很多東西 但當時當然那個年代的考古的手法 各樣都跟我們現代不同 那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出現 那後來去到六幾年的時候 即他們挖了三年之後就沒有再挖 那接著去到六幾年的時候 就有另一個團隊就是 不同的國家的一些高手 主要是耶路撒冷的Albright Institute 即是這個耶路撒冷考古學院 有一個很有名的女考國家 叫Kathleen Canyon Kathleen Canyon就是基本上考古之母 她的地位 是她發明或者是她把考古一要一層一層去挖 即是逐層逐層去做考古 是她提出的 即是現代所有在以色列的考古國家 都是用她的方法 她的技術去做考古 那這位是Kathleen Canyon 她的學生也已經有二癲 二癲大家都認識 這個單眼將軍 不是單眼將軍 他們再加上有不同地方的 大學的團隊一起在那裡挖 就是六零左右的年代 然後去到九幾年的時候 還有藥彈的團隊在那裡挖過 然後就停了 但他們找到的東西都不少 這個劇院就是六零年代的那個考古的時候 發現的這個劇院 最早最早一九零幾年那幫人挖 他們主要就是想找以色列的 即是跟以色列時期有關的東西 即是跟九約聖經有關的東西 他們都找到一些 他們找到一些 他們堪稱是屬於以色列的皇宮的建築物 我們稍後也會去看 說一下薩瑪利亞的故事 在聖經裡面 除了提到暗利搬來這首都之外 其實有幾個不同的片段曾經發生過 剛才不是說過他搬這個地方是想怎樣 為何要搬來這裏 因為這裏高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跟西邊有些距離 很諷刺的是 在不久之後 聖經正是告訴我們 阿蘭的軍隊圍困薩瑪利亞 有兩次的 第一次的圍困 他就說阿蘭的便哈達皇帝圍困薩瑪利亞 搞到薩瑪利亞城裡的人沒有飯吃 沒有東西吃 之後就說聶王記那裏說 一個爐頭的價錢就不知升到多少 當然我們不知道怎樣衡量 但很明顯是想表達通脹 嚴重通脹 所以一個爐頭的頭都很貴 然後有第二次的 隔了幾十年之後 又有第二次被圍困 第二次被圍困是很慘的 有個故事很淒涼的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這個 哪個王呢? 好像是約西亞王 約西亞王的年間 被圍困 被圍困之後 皇帝有一天走出城市外面 然後遇到一個婦人 那婦人就跟皇帝說 你要為我生冤啊很慘啊 皇帝說 你可以怎樣幫到你啊 然後女士就說 我就跟隔壁村的姐姐聊好 因為我們沒有東西吃 所以姐姐就跟我說 不如今天就煮了你的兒子 你的寶寶來吃 明天就煮我的 然後那個姐姐就 今天就煮了我的寶寶 吃了 去到明天的時候 就叫他拿你的寶寶出來煮來吃 然後他就不認帳 然後走了 這件事很淒涼 這件事就是 煮日學說給小朋友聽 是哭著走的 小朋友 通常到最後都是叫小朋友乖 沒錯 要不然你媽媽就會煮來吃 好恐怖 那就有一件這樣的事 這個就是兩次 最諷刺就是 兩次都是被阿蘭的軍隊圍城 但是有個特別的地方 也有些正面的東西 就是我們看到 暗利選擇的地方 選擇得好 為什麼 因為兩次阿蘭的軍隊 只是圍城 沒有攻陷的薩瑪利亞 即是說 他的地理位置的防禦是強的 人家就算有很多軍隊來 都搞你不行 去到第三次 終於攻陷 那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阿蘇人來到 這個薩曼爾式五世 他是公元722年的時候 來到 當然 這個皇帝阿蘇王來到的時候 就消滅了薩瑪利亞城 但是也用了三年才攻陷 即是圍城圍了三年才攻陷 但是攻陷了之後 整個北國 即是以色列就是滅亡 即是由那時候開始就沒有了北國 所以我想這個地理位置是很重要 即是選擇得好 有這樣的特色 例如你站在劇院那裏 你看過對面 對面有些山的 劇院對出 但其實在我們和山中間 其實有一個很深的谷 你想想古代的時候 城市是有城牆 然後還有深谷在外面 所以防禦上也是很容易 劇院向北邊看的 剛才可以在60號公路 就是這個位置 哦 60號公路 沒錯 這條60號公路就是 剛才望去的那條路就是這個南邊 剛才望的那個不是 剛才望的那個在左下角 57和60中間那裏 哦 這邊這個 低一點低一點 不是 再遠一點 再遠一點 57 對 這裡 沒錯 這裡來的 嗯 這條57就是一直連到下去 其實沿著57在古代的時候 可以通到沙倫平原 然後沙倫平原 再可以去到海撒利亞這個地方 嗯 海撒利亞再北一點 嗯 水果 沒錯 應該是否有一個藍點在這裡編了海撒利亞 對 這個就是海撒利亞 這樣吧 所以地理上薩瑪利亞的位置是一個非常強的 至少它應該是二手難攻的位置 沒錯沒錯 為什麼亞術價這麼厲害 都要圍你幾年 都要三年 所以都很強 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進去遺跡裡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這些大理石的柱 我猜這些都是劇院的一部分 但是都是這樣滑走 大家看到劇院在哪裡了 我們現在遠離了劇院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圓形的塔 這個城樓 圓形的城樓 在以色列地裡 來自希臘化時期 即是亞歷山大打喉的時間 新約聖經之前 即兩約之間的考古遺跡 在以色列地 整個國家裡都不多 但有趣地在薩瑪利亞 城牆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來自希臘化時期 其中這個圓形的城樓 一共有三座圓形的城樓 有一個考古家叫Jody Madness 她很有名的 她的結論是說 當時希臘化時期的時候 一個城牆 要有新的方式去建造一個城牆 去保護自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新的武器發明了 新的武器是什麼呢? 就是投石器 即是扔石出來 你問一下圓形的城樓和方形的城樓 有什麼分別? 一塊石頭飛過來 一聲 我們去下一張照片 你就會看到 其實這個圓形的城樓是非常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石頭是打牆 即是說 它將一塊石頭像一塊磚 它將短的一面向外 然後連續三排 所以你看到它的牆是很厚的 第一 第二 就是它將石頭最厚的一面 放在牆的中間 令到這樣的建造方式 就是希臘化時期很典型 很堅固 其中一個原因 怎樣可以對抗一些 會比較容易 即是可以守護到 就是透石器發明了之後 方形的城樓的弱點在哪裏? 就是在角落頭那裏 你可以想像一下 好像一個砌層層碟那樣 角落頭的位置 如果你有塊石頭飛過去 因為它在兩邊都沒有保護 你從左邊打下去 它在右邊就會掉出來 即是它就會掉出來 那角落頭一塌 基本上那個城樓就會塌 就是那個弱點 所以當你發明到用圓形 或者用半圓的時候 石頭打過來 是可以射走 或者打不走我們的石頭 就會沒有那麼容易塌 所以有一種 很聰明 是很聰明 希臘法時期 有趣地 剛好又在薩瑪利亞這個地方 保存了 這個建築圓形成樓 和投石器 令我想起希律寶也有這些東西 是的 希律寶也有圓形成樓 但那個圓形成樓 用回普通的方式 即是把石牆在外面 即是一塊磚長闊高 他把最長那邊放在外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最省材料 即是我們砌磚的時候 你就明白了 你把最長那邊大最出 最快就可以砌到最長 希律寶有另一個狀態 他不是打算打仗 所以裝飾為主 好那我們繼續上山 沿路很漂亮 其實遺跡 就是這樣走一條 來臨小徑 在橄欖樹中間 穿過 走兩走 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植物 有小動物 好像有一隻小動物 有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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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騎奴的叔叔 好像在賣橄欖油 我沒記錯是他 當年還有些遊客可以去到 這就是19年的時候 我帶的那個以色列團的朋友 沿著這個小徑走進來 就看到這裡中間有一排的樓梯 這排樓梯其實是在整座山最高的位置 190幾年的哈佛大學的團隊 其實那些一開始就已經挖這個位 然後在頭幾天就已經找到這個樓梯 即是在一開始已經找到的東西 然後在樓梯底 他們找了整排樓梯出來 然後在樓梯底就發現了一個像 那個像 剛才我們不是有一個3D圖可以看嗎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3D圖的像 就是因為這個樓梯再加上這個像的發現 其實結論就知道這個位置 應該是薩瑪利亞這個地方 後來希律在這裡建了一個廟 去供奉奧古士督 供奉海撒的 這個像今天在以色列的… 不是以色列的報告館 是什麼呢? 在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的 考古學院的門口 在這裡也有說 1908-1910年間找到 哈佛大學 沒錯 就是這群人找到了 這個像 相信當年應該是有… 應該不是說他們考古當年 是原初的時候的帳 還有一個頭 等等 就是奧古士督的皇帝 按著… 又可以穿過去下面 空心 空心 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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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3D圖很搞笑 很可愛 很厲害 其實我們可以去廟裡看看 其實那個… 有些… 考古家也有些重構圖 幫我們去到 可以想像一下那個… 神廟的狀態是怎樣 又可以看看… 我選了幾張照片 是其他羅馬時期的廟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樓梯的頂 這是另一個位置 這是凱撒利亞的地方 在約瑟夫的記載裡面 希律這個皇帝 即是猶大王希律 他為了去到… 即是… 供奉他的… 怎麼說呢 他的頭 他的資助人凱撒奧古士督 他就為了凱撒建了三座廟 第一座就是… 凱撒利亞 在這一排的樓梯 就是現在考古家復修 但這一排的樓梯 就是走上凱撒利亞的廟 即是敬拜凱撒的廟 你可以想像一下 在一個海港口的旁邊 還要上幾排樓梯 幾層樓那麼高 上面還有一座很大的廟 即是說以前古代的時候 可能羅馬時期 已經有一些很船 很遠的地方 像在羅馬、埃及尼也好 其實很遠已經看到 這座城 整個港口上面 就有一個廟 就是敬拜凱撒 同樣道理 我覺得剛才在撒馬利亞 希律都選擇最高的位置 建的廟 也有同樣的功能 即是在整座山的山頂裡 有一排樓梯 樓梯上到頂才是那個廟 這座山頂才是高過其他附近左右的地方 因為現在只剩下樓梯 很難想像的狀態是怎樣 下面那兩個柱 應該是原本廟的柱 碎片 即是跌下來的部分 但原本應該是樓梯的上面 這兩個柱 還可以看看還有什麼看 正面 我記得走來走去拍了很多張照 接著就是那個廟 即是另一個地方的廟 是的 那個廟很類似 應該是剛才那個位置的廟 原初的時候 就應該有 好像我們現在眼前這個建築物 這個在其他地方 這個在土耳其別加摩 但也是一座敬拜羅馬皇帝的廟 這座敬拜陀拉真這個皇帝 但這個設計又是差不多的 六條柱 然後上面有一個三角形的頂 你可以想像一下 把這個建築物 想像在剛才那一陣子的樓梯上面 那個情景就是這樣 就好像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 還有一張重構圖 還有另一個 這個是另一個地方 有 這個是另一個地方 又是一樣 又是敬拜凱撒的 又是一排樓梯 走上去上面的廟 那這裏是哪裏呢 這裏是奧斯提亞 奧斯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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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古代羅馬的港口 羅馬的港口 然後在港口裡 其實跟希律 希律做的東西 好像又是建了廟 在港口裡 所以船很遠來到 又會看到 其實是不是跟 奧斯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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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律建的三個廟 第一就是凱撇 重構圖是不是這個 沒錯 重構圖就是這個 現在你看到廟前面的樓梯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以前後面 其實會有一個 這麼巨型的建築物 再在前面的空間 這個平台的空間 就是一個庭園的位置 考國家幫我們找到 其實這個平台底下 設計又是一樣 是用一些圓拱結構 所以其實好像 有一點像聖殿山 聖殿山的建築方法一樣 先分享一下 這裡的一個廣場 然後在中間走上幾級樓梯 就是這樣 很厲害 所以也很厲害 其實這座廟都在以色列的 這座廟裡面 那座廟很厚 很大 所以建築物都不小 好像門口是六條柱 考國家好像找到 所以就跟剛才你說 在別加摩這個座廟 應該是同款 幾乎是同款 六條柱 這座廟是敬拜皇帝的座廟 這座廟就是你剛才說的 奧瑞的座廟 這座廟就是希律建的最後一座 為到海撒建的座廟 座廟的座廟就有這些布置 這些叫Stucco Stucco就是 好像Fresco Fresco就是平面的 但Stucco就是立體的 浮雕 浮雕 你可以想像 其實在薩瑪利亞座廟 都一定會有這些設計 我相信 希律所建的三座 基本上設計和裝飾應該都一模一樣 可惜薩瑪利亞座廟是差不多 找不到 是的 是的 完全沒有理會 剛才不是說有一個海撒像嗎 我們也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就在梵蒂岡找到 這個就是奧古士督 其實在以色列 他們找到那個 當時也很像奧古士督這個像 可能有好幾個 有機會一座神廟裏 不止一個 門口 例如剛才那陣子 可能在樓梯底下 準備上樓梯之前 可能有凍過 你看到有一個方形在樓梯前面 這個壇有機會是一個祭壇 亦有機會是一個放神像的台 所以有機會整座海撒的像 就凍了在那裏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梵蒂岡這裏 這個海撒的像 好像還有另一張照片也是它 這個 這個 這個是現在世界上 找到考國膠 應該說保存到現在 應該是最美 最仔細的一個奧古士督海撒的像 很誇張 很誇張 你看它的海甲 這個位置是有 離開了 有瓦的 很離譜 這個位置也是 只是它剛才拿著那塊布 都厲害 布真的好像一塊布一樣 對 是石來的 離譜 你看看 很厲害 很恐怖 真的很完整 完整得 完全接近沒有損位 對 好像還說眼睛那裏 還找到墨水的痕跡 原本是油了顏色 眼睛點了精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一向我們都以為 雕像 建築 全部都是 模式的 對 但後來 你告訴我 原來 在考古發現裡面 原來他們 是有顏色的元素在裡面 整個圖畫都不同了 對 很有趣 例如我沒有記錯 文藝復興的時候的藝術家 他們說 因為當時他們的認知裡面 所有希臘的像 和建築物都是白色的 所以他們就說 哇 希臘那種崇高 那種理念 那種純白等等 說得很厲害 所以之後那些雕塑 就全部都是全白色 然後就影響到我們今時今日 有時候我們看一個希臘神廟 你自不然就已經想起它是白色的 對 你看一個神像就是白色的 但其實古代的時候 是全部都有顏色的 只不過是中世紀的時候 我們搞錯了 那就一直到現在了 其實這個跟Peter經常說的那種 我們用現代的方法去解釋古代 就是可能到最後是一個笑話 絕對是 當時文藝復興都已經是 再距離我們一段時間 他形容他的古代都是一個 好像笑話的東西 其實我們今天可能是更深 是的 所以不進入聖經世界為何那麼重要 沒錯 我們要明白古代是怎樣 是的 好 這個也是一個象 這個象在後面的建築物 其實就是廟 你看到後面的牆 有幾個方形的洞 很齊的 高身高一點的牆 右邊 對 這排洞 這排洞是什麼 就是以前那條橫梁 塞進去這個洞裡 木的橫梁 然後那個A字 那個斜頂 你看到嗎 就是廟的斜頂 其實這牆是廟的後面 奧古士特 他都建給他紀念他養父 Julias Caesar 海撒游流的一座廟 叫做Mars Uther 就是復仇者的廟 當然他說 因為他的養父是被元老院刺殺的 所以他就為他復仇 所以要建這個廟 但是為什麼用這些例子來講呢 其實一直都是跟敬拜海撒的主題 都是一致的 剛才那個帳就是在這裡找到的 就是奧古士特的帳 好了 我們過來這裡 就離開希律時期 就開始進入 去回古代的聖經時期 因為考古學家 我們可以在下一張照片 你會看到有一堆東西 那這堆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那些 這堆東西就是十億 對 這堆就是十億 那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原來 在這裡的下面 在這裡找到有一種的柱頭 就是以色列式的柱頭 那這種以色列式的柱頭 一找到 就知道是跟以色列的皇室貴 就是有關聯的東西 所以考古家的結論 就是你眼前在看 這堆東西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以色列時期的皇宮 沒錯 那會不會好像大衛城柱頭那一類呢 沒錯 就是一種 就是那種 那種叫做 Proto-Ionic 就是 早愛奧尼式 或者是 愛奧尼式之前的初形 就是一種 我們考古家 有時候會叫做 Proto-Ionic 有時候會叫做 以色列式的柱頭 就是在這裡找到 那除了找到這個柱頭 還找到什麼呢 那就是其中一個房間裡面 找到很大量的 有幾百塊的陶瓷碎片 而這些陶瓷碎片上面 有寫了一些字在這裡 所以就叫做 它就不是就這樣叫它做Portree 也叫做Ostrakon Ostrakon 就是一塊陶瓷上面有字 上面的字很有趣 是說什麼呢 就是全部都是說 兩種物品的送貨 的送貨收據 就是送貨單 是什麼呢 這兩種東西 第一就是橄欖油 第二就是酒 很有趣 那就是說到 在這個地方 很可能就是古代的時候 或者就是皇宮 而皇宮裡面其中有一間房間 可能是分派這些物資的 的一些地方 就是物流處 或者是油的儲存庫 或者酒的儲存庫 那就是他們說 發了多少一勺油 給去哪裏 來調村的 其實全部都是說 在撒馬利亞 500米的範圍裡面的一些位置 那就是考國家幫我們點回那些地方 很有趣 很有趣 是很有趣 其實就是這裏的人 他們會在這裏 有分發這些資源的地方 那通常 皇宮當然不只是一個 我們叫做 不只是為皇帝住 都會有些行政的設施在這裏 所以就找到這些碎片 也有名字 很多裏面都有名字 所以有名字 還有地方名字 還有人名字 然後有酒 或是油的記載 所以有幾重的元素 很有趣 有文字的考古是很厲害 對 對 那在這個位置還有找到什麼呢 還有一件事 很厲害 那就是有幾千塊的碎片 那這些碎片 全部都是橡牙來的 橡牙的碎片 那也是古代的傢俬 它會有一些 英文叫做 In Lay 中文可能可以叫做 霜嵌 就是在一張木的傢俬那裏 陷了一些橡牙的雕塑 那裏面 那在這裏找到 那有大概有 好像有二千五百幾塊 那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來自肥利基地區 即是肥利基人造的 那有什麼很厲害 就是因為在聖經裏面 告訴我們 阿哈這個皇帝 即是阿哈王 即是暗利之後 他在薩瑪利亞這裏 建了一個橡牙宮 即是有很多橡牙的地方 而考古家就在這裏找到 有二千五百多塊的橡牙碎片 也是來自肥利基地區 因為剛好阿哈的老婆 就是肥利基的公主 會不會就是這樣呢 機會都大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說 100% 證實不了 但是這樣的證據 很接近描述 對 對 今時今日的碎片 在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美國有些 以色列博物館有大部分 很多都是沒有展出的 都是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機會去看看 可能有 我過明天或者後天會去這個 紐約這個博物館 去看看 正呀正呀 到時有拍照來看看 對呀 如果看到就 好了 好了 正呀正 然後應該就開始離開 其實剛才那條小徑 一直都是圍著那個 希律廟的範圍 然後繞過那個皇宮 然後沿著皇宮 就走回去 剛才停車場那裡 沿路經過的時候 就有一個十字軍時期的教堂仔 你看到前面的那個 Apps 以及後電 但是這個教堂仔特別的地方 就是左手邊 就有一個crypt 就是一個地窖 地窖可以走下去 而當時有一個國家 找到的時候 這個地窖還可以下去 現在都可以下去 但是就鎖了門 不讓你隨便進去 但按著十字軍時期 他們的傳統 這個小禮堂就是紀念 施洗約翰的頭 對了 你現在有這麼有趣的 原因就是 其實施洗約翰在哪裡被斬頭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其中比較多人聽到 現在你會或者聖經的那些 那些注釋書都會告訴你 在Mercurius這個地方 就是在今天約旦的境內 但是那個位置 其實都是一個希律 建的皇宮來的 當時安提帕的年代 他就在那裡斬希律的頭 對不起 施洗約翰的頭 施洗約翰的頭 是的 就是十字軍時期 打後 所以 是不是施洗約翰的頭 難些證實 有個笑話 就是 你今天去 走遍歐洲 以色列 哪裏都好 所有跟施洗約翰有關 施洗約翰的頭有關的教堂 你拿了那些鞋骨的碎片出來 是基本上砌幾個頭 總有一個是留的 九頭身 那些叫做 三個頭的人 三頭九就有 三頭九聽過 哈哈哈哈 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誰 真是誇張 但也不錯 挺有趣 因為 一個古代的建築 有地教下去的 又不是真的那麼多 嗯嗯嗯 說地教也是想別的東西 嗯 怎麼想走的 哦 哈哈 那你見到 這個就是個小教堂 很小的 這個範圍很小的 依山而建 後面 現在我們站的位置 就是薩瑪利亞的南邊 就是山的南邊 那就是向 教堂的圓拱 向什麼方向 教堂的圓拱 向那邊 都是向東邊 向東 沒錯 我們現在面望的地方 就是西邊 我們現在望向這邊就是西邊 就是這樣 所以 西邊一路就落山 落山就去到海撒利亞 很有趣 在這個地方 在海撒利亞還有少少故事發生的 在約瑟夫裡面記載 就是 除了 除了 不只是約瑟夫 在聖經歷史裡面 記載 有幾次跟皇室有關的血案 都在這裡發生 因為以色列國 古代的北國 他經歷了兩次 最低限度有兩次的政變 就是有將軍 起來 殺死了上一個皇室的家族 然後就取而代之 那 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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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利之後 就有這個 阿哈 阿哈之後就有耶胡 暗利 都還沒有到耶胡 阿哈之後 是他的兒子 叫做約克蘭 是不是 約蘭 約蘭 然後才到耶胡 那耶胡就是殺死阿哈一家 所以我們知道那裡 曾經有一件這樣的事 說到阿哈有七十幾個兒子 全部都被耶胡殺死 那在哪裡發生呢 那就是 薩瑪利亞這個地方 在薩瑪利亞 然後還有另一次的皇帝起義 讓我找一下那個名字是什麼 不是皇帝 應該是另一次 有將軍去到起義 我只記得那七十個兒子很可憐 是啊 那全部都在這裡死 很可憐 看看 另一次呢 是這個 嗯 另一個是誰呢 阿哈 看見到巴勒蘆 噢 佩咖阿 逼стра 是不是佩戴亞 應該是 Beautiful 中文是甚麼死 米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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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是不記得 一個叫蘇林 一個叫沙龍 被米拿燕 殺死 然後有一個叫Pekai Pekai 列王機下 25張 列王機下 15 25 因為我想知道 中文 彼家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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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家駭的將軍利馬利 的兒子彼家 彼家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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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Aha的70個兒子 還有兩次說到皇室有人死亡 有一次是一個叫沙龍 皇帝被米拿燕殺死 列王機下 15章14節 然後再有多一次 列王機下 15章25節 告訴我們 有一個叫 彼家駭 皇帝的名字叫彼家駭 他的將軍 叫做利馬利的兒子 彼家 就背叛他 把他殺死了 基本上就是 彼家駭被彼家殺死了 行不行 很難搞 彼家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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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血腥 和皇室有關的血腥事件 最後一個事件 就記載在約瑟夫的文獻裏 約瑟夫當年 他告訴我們 希律有兩個兒子 希律的兩個兒子 一個叫阿力山大 另一個叫阿里多布 阿里斯多布拉斯 這兩個兒子的聲譽都比希律好 原因就是 他們的母親 是米利暗 是馬加比家族的公主 即是說 在那個年代 已經開始 如何才證實你是一個猶太人 就是你母親猶太人 這兩個王子的聲譽 亦受歡迎的程度都比希律高 原因就是 他們對於 以前耶穌時期的猶太人 他們覺得 你要做皇帝 你要有馬加比家族的血統 希律自己沒有 希律是娶了馬加比的老婆 但他自己不是 馬加比家族的人 所以他一直都很不喜歡這兩個兒子 送了他們去羅馬讀書 受教育 很不喜歡他們 其中一件很出名的事件 就是當希律去到羅馬的時候 向奧古士督投訴這兩個兒子 那奧古士督 那奧古士督就說得很感人 奧古士督這個時候 就一手拿著希律的手 然後另一邊捉著他們兩個兒子 然後就要他們擁抱 幫他們復修的關係 你知道 我覺得約瑟夫有時候 這些事情就很浮誇 然後 其實是假的 搞不定 到最後 希律也是很害怕 他這兩個兒子 有一天會搶走他的皇位 所以在他們回程 回到薩瑪利亞的期間 他就在這裡下令把這兩個兒子浸死了 在這個地方發生 所以都是一些 跟皇室有關的血案 也是在薩瑪利亞發生 所以就薩瑪利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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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頂不上 太難了 不要理會了 笑了先 現在還是先說了先 說了先 笑了先 笑了先 好了 基本上 這裏應該就調頭出去 上回旅遊牌了 還有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只有3D圖 3D圖 那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薩瑪利亞果然是 很想去的排行榜 頭一二位 是不是 是啊 其實以我所知 你除了說剛剛的遺跡古跡之外 還有一些薩瑪利亞群體的生活 例如我之前看了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說了他們的薩瑪利亞人 如何敬拜 例如你又一次說了薩瑪利亞的經卷 是古希伯萊文 還有他們會讀 古希伯萊文是完全不同的那種音 是啊 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阿拉伯話的影響 它的發音有點像阿拉伯話 嗯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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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Hebrew那樣的 他們說的時候 是啊 你懂得聽過少許Hebrew 譬如有些字 你知道 然後他們說的時候 可以變成另一種東西 好像略了 我記得他特別是讀了 創世紀一章 開頭 然後讀了一句Shamma 然後也不是那一回事 好像完全是另一種語文 很有趣 所以很有趣 所以薩瑪利亞也是想去 正啊 真的想去 薩瑪利亞人 不是居住在我們今天說的這個遺跡 他們居住在比較近 視劍基利森山山上 但也很近 就是距離15至20分鐘車程 距離這裏 好像說他們現在只剩下八百多個 對嗎 對 最新數字就不知道 希望多了 但是他們的群體人數少 所以他們面對一些 他本來有一段時間 不肯娶 即是薩瑪利亞的男士 是不准娶 不是薩瑪利亞的女士 即是不准娶外邦 我們用這個名字 外邦的女人 結果群體的數字 越縮越小的時候 就開始遇到一些基因的問題 即是太近親 明白 所以現在更好一些 現在更多一些人 但是他們群體面對的問題 都是要解決的 就是人數很少 他們很想保持自己的群體 可以繼續下去的時候 怎麼辦 你看那條片 有沒有說他們去娶外族女子 好像沒有 他就特別說 有些人開了一些廠 那些廠就是 薩瑪利亞人也會去 基督徒也會去 猶太人也會去 阿拉伯人也會去 多元共融 都幾好 對 都幾有趣 其實可以介紹冰島的app 對 可能都適合 我看那條片 就講 一個紀錄片 就是講 薩瑪利亞群體裡面的男士 怎樣去到 找他們的另一半 很有趣地 他們很多選擇去烏克蘭 當時還沒打仗 然後他們便會去烏克蘭 認識烏克蘭的女生 帶他們回來以色列住 教他們整個薩瑪利亞的文化等等 把他們變成薩瑪利亞人 但也有些上一代薩瑪利亞的男士 是不認同的 很有趣的 有一個場合是 爸爸是會堂的負責眾經的長老 然後他很想兒子娶一個薩瑪利亞的女生 但他兒子覺得找不到 要娶外邦女子 然後兩父子在那裡吵架 然後兒子答一句 摩西也娶外邦人 即是說西波拉是古實女子 然後兒子立即沒有聲音 那一刻不說話 很有趣 去到影片最後都沒有說過 發瘋了 對 去到最後都沒有說過那個男生有沒有 但就訪問他兒子 他兒子就說不要告訴他 但找不到也要娶的 但就不要說是我說的 即是很有趣 對 有很多這些很微妙的 很有趣的交流 對 發瘋了影片來看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很有趣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薩瑪利亞 就差不多了 對 到這裏 雖然大家今天未必有得去 但有得看節目部 沒錯 相中又是最後一集 對 我們很久沒有說這件事 很久沒有說這件事 糟了 傳統沒有了 不行 對 我們很講傳統 很盼望你快點回香港 我們到時看看有什麼搞作 如果做Live有沒有人會聽 即是我們現場 應該有吧 例如你買一些小禮物 現在的YouTuber很流行 即是我在日本做了一些小禮物 給我們的觀眾 那邊捐了一大筆錢 我可以送禮物給你 是嗎有這些 有的 等一下做幾塊圖瓷碎片 人家當然不是捐錢 人家可能是答問題 那些 好 這次差不多了 如果有完的話 如果有下集的話 下集見 不知道下集說什麼 你對 真的想不到下集說什麼 我們又要問一下 下集要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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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要問一下鎖 下鎖 下鎖 好呀 下鎖又是我去不到 是呀 又是聽你說的 我們已經說了 機式米吉多 那又要說一下鎖 好呀 這個是欠債一定要還 沒錯 這是傳統的 去了第一格廁所 去了第二格 沒有理由不去第三格 全部都不沖刺 有緣再見 拜拜